陕西考古发现2000多年前秦国古酒进入白色 原标题陕西考古发现2000多年前秦国古酒新华社西安3月18日电记者秦汉元 秦仁爱饮酒2000多年前古人饮用的酒是什么样的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西贤新区空港新城延村秦仁墓葬的发掘结果 这批平民墓葬的时间集中在战国晚期到秦代尽管多次被捣扰 依然出土了不同材质的文物约260余件 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在一件蜜蜂叫好的铜壶里 发现了距今2000多年的古酒铜湖属于盛楚酒类液体的青铜利器 按照周里制度墓葬中出土的铜壶多余下葬过程中的献祭 一是有关填埋时也多成有酒类 但2000多年前秦人盛放的酒能保存下来实属意外 主持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介绍说 铜壶出土石 我们发现后不用植物条捆扎了粗麻布良好的密封性 未保存壶中就提供了可能 铜壶中保存的约300毫升液体进入白色透明纯净 参与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扬立正说 经过相关单位科学检测 发现液体中含有较高的强腐氨酸、固氨酸等氨基酸属于酒类物质 类似今天发酵酿造酒 这次酒的发现不仅说明了秦都咸阳的酒液酿造水平 也体现了秦帝国对周理制度的传承 对研究秦前阳城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这批木杖出土的异柄保存完整的铜键 通常60厘米的铜键 健身是中不起急的八面体造型 近风端 有明显竖腰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使用之后在任不留下的护口铜键的竖腰和八面体健身 使其具有较强杀伤力 据实际记载 感谢观看